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这样对爱 认真的祷告期待 一瞬间大雨降下来 灌溉枯萎和阴霾 好想在海洋翻滚 从不归被掩埋 只需要这一颗块 资格太子面对眼睛 一直爱着当下和阴晴的 一瞬间大雨降下来 推先说好的安排 好想在海洋翻起 你经过的开花 只需要这一颗快乐 非常非傻的快乐 就这样爱着当下和阴晴的未来 好想在海洋翻起来 你小 放开我 刚才是情况紧急 迫不得已我才 好吧 没想到班主任 真的有多重人格 我早就跟你说了嘛 你还不信 不过既然我哥知情 他为什么还要跟班主任在一起呢 那可是疾病啊 要我 我才不肯 你是你 程老师是程老师 你们能一样吗 好了 你 你也别多想了 专注比赛吧 现场应该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吧 一切都OK了 您放心吧 你先忙吧 王峰 这么临时找你过来当评审 结束以后我要好好谢谢你啊 好兄弟跟我客气什么啊 挖掘潜力新秀 也算是导演的职责 凭你的专业我相信你 一定能帮杰星选出最好的人选 好 我知道了我知道 总监 毛岛 现场叫我 我先过去忙一下啊 好 你先去忙吧 我刚才见到了雷凯丽 怎么样 她好像对今天的比赛 是在比赛 但是 我怀疑她会有一些野心吧 待会儿评审的时候 你可别受她干扰啊 我是那种人吗 我有我的职业道德 再怎么说 她也是林语彤的一个人格 我没那么傻就放心了 那就好 行 那走吧 海灿 我想问你一件事 以凯莉的人气和实力 凯莉 今天的比赛来 她很有可能会拿下冠决 如果到那个时候 你会好好栽培她吗 会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也是为了于通 因为现在凯莉掌握了于通 身体的主导权 我不能拒绝 毕竟 帮助凯莉就是在帮助于通 我只是希望她的病 能快好起来 好 那我们进去吧 走 各位嘉宾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王俊 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 节星娱乐选秀比赛的最终选拔 今天的冠军 不仅能成为 节星娱乐公司的签约艺人 还能获得一个专属的签约合同 和日后完善的演出规划 好 在我们比赛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比赛的评委 首先我们热烈的欢迎第一位评委 就是我们著名的毛峰 毛导演 下一位评委 是我们节星娱乐公司的大老板 方杰 方小姐 第三位评委 是我们节星娱乐公司的 成总监 成海灿 下一位评委是我们的舞蹈老师 何忠旭 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第一号 选秀比赛的选手 欢迎他上场 怎么样 第一位参赛者上台表演了 二号选手可以准备了 好 第二位参赛者雷凯丽 跟我到表演区 弹弹还不错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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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谢谢张军亚的表演 三分钟的时间 请各位评审打分 我们现在有请下一位选手 雷凯丽 请 哈喽大家好 我是雷凯丽 你看看 雷凯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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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丽凯丽 声音 慕丽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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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IK 这还给不给其他人活命啊 方校正是没办法 光是看着有肚丽 也瑟对来一几我们 神经非常外国 第二位赛者 好啊 好啊 曼曼 快来 雷凯莉已经上场了 马上就到你了 不行 走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天大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雷凯莉的表演 现在请各位福威打分 我们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 下一位参赛者周曼 她只有十七岁 我们大家热烈地欢迎她上台 慢慢 怎么样 雷凯莉就是班主任 真的 班主任 真的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怎么会这样 真的假的 等下就知道了 我们再热烈一点 请周曼上台 到你哪儿了 大家好 我是周曼 希望大家能喜欢 也能支持我 谢谢 玛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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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 走 聊得 对 你 对 硬 我 Zither Harp 谢谢 谢谢 凯莉 结果出来了 快了 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是你第一名咯 我可是把最高分都给了你啊 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为了听你一句夸 我可是冒着被海灿发现的风险 跑来找你 爱死你了 怎么了 是不是结果出来了 对 请二位过去 好 知道了 走吧 冒到 这边 好 现在就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 到底谁是第二名 谁是第一名呢 怎么你二第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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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我们天籁歌声的周磨 还是五级一流的雷凯莉呢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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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来揭晓第二名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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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hi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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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妈 太好了 所有 wish 花园 Because 我对 схват 人好 your 老爸 老爸 请雷凯莉上千里奖 来 大家欢迎了 你是没想到自己会得第二名 好 我们现在恭喜第一名周曼 大家鼓掌 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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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莉 比赛还在继续 你要去哪儿 没拿第一 我还在这干什么 你还嫌我丢人丢得不够吗 凯莉 是比赛就有输赢 你别输不起啊 你少拿这种话来搪送我 就凭那个周曼她能得第一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个活动是她有钱的老爸赞助的 这比赛根本就不公平了 这和那些都没有关系的 你得了第二名已经很棒了 没得冠军 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走开 你干嘛 你没事吧 少碰我 凯莉 你的优秀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你至于把自己逼得这么近吗 我没身份没背景 不鞭策自己 怎么能实现梦想 别人看我光鲜亮丽 谁知道我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 像周曼那种白富美 从小到大要什么有什么 我以为我凭借一身才华 可以打败这种社会的不公平 谁知道 到头来我还是输给这种人 你要问怎么干险 你不要这么想 选秀活动呢 只是进入娱乐圈的一个门槛 一个平台 接下来如何在圈子里闯出一番事意 那全靠自己的本事 这样吧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跟雨童商量商量看看 分出一点时间 来完成你的梦想 真的 你真的愿意帮我 雨童现在的状况不稳定 与其让你这样跑出来瞎闹 倒不如让我做你的经纪人 我还放心一点 太好了 谢谢你啊 海参 你真好 毛岛 你来了 海参叔愿意欠我做经纪人呢 好 你应该不会反对吧 不会啊 太好了 那今天晚上咱们三个一起吃个饭吧 庆祝我进入演艺圈 行 走 走 走啊 毛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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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你表哥去哪儿了 活动一结束 他就和雷凯丽还有毛风哥一起走了 走了 这 这也太没良心了吧 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 真是太过分 我先走了 王俊姐 小冯 不得了了 大消息 查到什么没有 我通过关系才弄到住房记录 结果你猜怎么着 什么情况 李雨桐 可是我们昨天看到的明明是雷凯丽啊 可不是嘛 住房的是雷凯丽 可是登记的却是李雨桐的名字 你猜的没错 这两个人绝对有猫腻 我去 我我 王俊姐 你堂堂名嘴 没必要省这一点打车钱吧 你顺路送我一程吧 这为我出 这么好心 我 我要去卢云棚 你去哪儿 去哪儿都行 我有事要问你 师父 开车 好 好了 既然累了就别硬撑了 我先走了 干什么 我 慌什么 都是同一个身体 真是两回事 爱情啊 我觉得日久生情 总会有的 其实 我挺喜欢你的 你喜欢我吗 李雨桐 她能给你的吧 我一样也行 你少拿羽童的身体 做这种事情 恶心 你 恼羞成怒了是吧 你不会用这种方式 也够引过暴风吧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你管得着吗 我不许你这么做 雨桐的思想 多保守 她如果知道你拿她的身体 互作非为 你知道她会有多难受吗 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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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成天就知道 把雨桐挂在嘴上 看来王俊说得没错 你是把同情当爱情吗 要不然像林雨桐这种女人 成天畏首畏尾 还哭天喊地的 有什么好啊 是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我知道 从她失踪的那天 我就一直找她 找得快要发疯 这不是爱是什么 你少把话说这么好听 你了解雨桐 你知道她小时候 受了多少苦吗 你根本就不了解她 你凭什么说爱她 是 是 是因为她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没有出现 所以才创造出你还有阿剑 但是我看了她的日记 我才知道她这么多年来 怎么战战兢兢地活过来的 说实话 我该感谢你还有阿剑 要不是你们 雨桐都不知道怎么度过这段痛苦的日子 可是现在我回来了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治好她的心病 找回那个可爱的女孩 那我呢 雨桐痛苦的时候 我替她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 现在 不需要我了 就想一脚踹开我是吧 凯莉 你冷静一些 我很感谢你 你替雨桐承担了那么多的痛苦 我发誓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你的梦想 我不信 我妈说我从小又笨又爱哭 是个没人要的孩子 不会有人爱我 也不会有人愿意帮助我 你们这群骗子 骗子 骗子 都是骗子 我根本就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爱我 没有人爱我 我就是没人爱 我就应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你们这群骗子 骗子 都是骗子 凯莉 没有人爱我 你们都想要我消失 你们都是骗子 骗子 我妈说我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 凯莉 凯莉不是这样的 你妈说错了 你是勇敢的 你是优秀的 你都做到这步了 大家都很喜欢你 真的吗 真的 我死了 嗯 好 爹 海灿 海灿 你怎么 你怎么了 怎么睡这儿啊 雨童 是我 你是雨童 你终于回来了 我以为我见不到你了 凯莉已经占据你身体好久了 我记不清了 我觉得好累 好像睡了好久都醒不过来 凯莉一直占据你的身体 她不想离去 我真怕你的身体承受不住啊 我记得 凯莉跟我说让我好好睡 然后 又听到她一直在哭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好 凯莉好像想起一些小时候的事情 不说了 我先带你去吃点东西吧 好 好 来 趁热吃 凯莉入选了 对 对不起 雨童 我觉得 她既然这么愿意当明星的话 我们完成她的心愿 或许她会把失去的那些记忆还给你 可是凯莉强势又不受控制 她会像阿剑一样那么容易被说服吗 凯莉的确不受控制 但是我觉得你和凯莉之间 你们两个人的矛盾应该是更深吧 所以凯莉才是你能否治愈的关键啊 可是比起阿剑 我更害怕凯莉 只要她一出现 我的生活就会变得一团糟 雨童 我一定会把凯莉看好 不让她影响到你本来的生活 你要相信我 我不是不想相信你 这件事先缓一缓吧 我需要考虑考虑 林小姐 有你的信 谢谢啊 谁先来的 谁先来的 怎么了 是我妈研老院的活动通知 你妈妈 我可以看一下吗 阿姨叫什么 我妈叫刘好 她可是舞蹈家 获得过国际上的舞蹈大奖呢 而且她之前还在大学里做舞蹈教授 厉害吧 不是说要帮我削水果吗 怎么一直在看手机啊 来 刀子呢 刀子呢 雨童 你有没有想过 去看看你妈妈 想是想 想是想 不过 我跟我妈也聊不了几句 都是养老院告诉我我妈的情况 嗯 嗯 那如果你实在很想去 我可以随时陪你 怎么了 你是怕 你妈见了我这个女婿 会不满意 什么女婿啊 竟瞎说 怎么就瞎说了 哦 难道你不想跟我过日子吗 嗯 还是 对我没有信心 嗯 怎么了 我就是觉得 现在做梦一样 你对我这么好 我好怕梦醒 傻瓜 来 感受一下 梦里 你会有我这么健壮的体魄吗 好了 别乱想啊 咱们抽个时间 去见一下丈母娘 让她看一看我这个一等一的女婿 要不然我回跑喽 明天就消假回学校上课了 今天要好好休息 要是想我了呢 就给我打电话 其实 我已经给校长打电话辞职了 等下午回学校上完最后一堂课 我就会离开城东高中 辞职 这么突然就辞职啊 你不是说想带他们到高三毕业吗 上次我情绪失控 我怕会被取消教师资格 而且我想快点把病治好 放心吧 我会一直陪着你 还有颜医生帮忙 你一定能很快好起来的 好了 快去上班吧 要不然又迟到了 这么着急就赶我走啊 我不是啦 好了好了 我逗你玩呢 那我去上班了 走了 拜拜 你不需要这么紧张 我今天只是想找你聊了罢了 你想聊什么 我 就聊聊你这个病吧 多重人格 在国内的确挺少见的 在国外的案例也不多 没想到 在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例 我真的还挺惊讶的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病的 是谁告诉你的 我是偶然间遇到了许亨 跟他聊了几句 我才知道 原来你的病 还这么严重呢 原来他们都已经知道了 他们知道了也没关系 因为他们是你的学生 他们只会担心你 不会笑你的 那你呢 你知道我的病情还来找我 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是 当然不是了 你怎么会那样想呢 我的确因为这件事情 挺轻訝的 还特意在网上去查了一下 网上说呢 这个跟童年的创伤 这不关你的事吧 这不关你的事吧 这个的确不关我的事情 但是 作为一个谈话节目的主持人 难免对一些特别的议题 会感兴趣 这不如说 你明明有精神上的疾病 又怎么当上老师的呢 不是这样的 还是 你有隐瞒你的病情 不是 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医生说我的病确实是好了的 所以我才会去考教师资格证的 我原则上是相信你的 但是你的其他人格 那些明明是有暴力倾向的 这个 我不可能装作没看见吧 这件事是我的错 我没能阻止凯莉攻击你 不管你提出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可以吗 我求求你 你千万别把这件事情公开啊 我不能给学生们带来伤害 我原则上是相信你的 你不用紧张 我今天来 只是想向你提出一个条件 答不答应啊 就要看你自己了 什么条件 你不是想治好你的病吗 我知道 国内有一家顶尖的疗养院 只要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给你安排最好的医生 唯一的条件就是 你必须离开海灿 你必须离开海灿 这不可能 你看看这个资料再说吧 我这样说吧 在国内 对待精神病患者的眼光 绝对不是很友善的 你要是跟海灿在一起的话 他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就比如他的工作和人际关系方面 都会受到影响 你敢保证 到那个时候他还能跟你在一起吗 海灿不是这样的人 你不要诬蔑他 就算他不是好了 难道你就要那么自私 拉着海灿陪你过一辈子吗 精神疾病是会遗传的 海灿的妈妈还等着抱孙子呢 你就敢保证 你生出来的孩子 将来不会有问题吗 国 我 我 我知道你很爱海灿 所以你更应该放手 让他和更适合的人在一起 你没有谈过恋爱 所以总认为 恋爱就应该两个人 甜甜蜜蜜地过一辈子 可时间长了呢 一年 两年以后呢 你还能保证他这样爱你吗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 可是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他以为你现在过得不幸福 所以他认为 是他夺走你的家庭 夺走你的幸福 他想尽一切办法想去照顾你 去弥补你 但是当他被人指指点点 他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他心里面的痛 只能往肚子里面吞 这就是你想要的爱情吗 我不知道 我 如果我说不呢 那不好意思 我只能把你的病 向全国公开 到时候没人会在意你以前是不是健康的 而且走到哪儿都会遭受别人异样的眼光 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 对不起 因为我爱还在 为了回到他身边 我只能这样残忍地对你 我知道你是孤儿 你的身世也很可怜 其实我挺同情你的 以后你需要什么帮助的话 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会尽力去帮 来弥补你 我话就说到这儿了 你得很难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 让我想想 我知道你很爱海灿 为了他 你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王军 王军说得对 像我这样的女人 凭什么给海菜 一个正常的家庭 我随时会变成别人 连自己做过什么事 我都不记得 我的人生 已经是一团乱 怎么能把海菜 也扯进来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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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今天还是校长给你带课吗 跟班主任比起来 校长的课简直是无聊 还不能打瞌睡 保佑我过关 怎么会是同一个人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太不科学了 这事以后别再提 等老师回来了再问清楚吧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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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安静一下 首先 这段时间我请假 给大家的复习带来很多不便 老师非常抱歉 没关系的老师 没关系的老师 没关系的 真的 另外 我已经向校长提出辞职 辞职 为什么呀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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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这儿教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辞职啊 对啊 别走了老师 为什么 我马上就要高考了 我们需要你啊 对啊老师 我希望能和大家开开心心 上好最后一堂课 好 最后 老师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高三一班的孩子 永远都是最优秀 最善良 最可爱的 好 大家打开课本第九十六页 我们开始上课 林老师 你怎么辞职得这么突然啊 也不提前告诉我们一声 是不是 你和陈老师要结婚了 没有的事 我要是真结婚了 能不告诉你吗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说的也是 可是 你说走就走 世间一点征兆都没有 我就是 心里挺舍不得你的 其实我也特别舍不得你 非常感谢你这段时间 对我的照顾 那以后 我们要多多联系啊 你要记得 常回来看我们 好 林老师 林老师真的是我遇到最好的班主任 就是啊 来 对啊 那你算什么 那为什么要四职啊 就是小 小致 算什么呀 喂 老师别说我现在怎么办啊 别说我再说再说 你别买锅子了 算算 你倒是说呀 倒是怎么样 倒是怎么回事啊 说呀 六七八 停 膝盖往里扣一下 累了吧 喝口水吧 我现在有英文服务 我现在要去 看你 周曼是我看过跳舞最好的孩子 但是您看他跳舞的样子 一点都不开心 他脸上 少了这个年纪该有的表情 他只是努力去完成大人对他的期望 但其实他对未来很茫然 根本没有目标 老师小的时候 跟你一样 也被迫去学那些不感兴趣的东西 而且 当时 只有我一个人 觉得特别孤单 也没有人愿意听我讲话 而你现在 可比我当时幸福多了 你有爱你的父母 还有这么多同学朋友 你要好好珍惜啊 嗯 我知道 不行 不行 是啊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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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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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任 你们怎么都出来了 老师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 永远都不会回来交宿了 就这样对爱 人间的祷告期待 身材大雨 站下来 最先说好的安排 把伤害海洋 烦起你经过的开花 只想要这一刻快乐 飞上飞下的快乐 就这样爱着当下和云青的未来 拜拜